我們的行政院也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打擊辦公室 但是呢你會看看所有的部分 包括你剛剛看到了 我們有這個整個組織的部分 裡面有內政部 有NCC 還有包括我們的金管 還有包括法務 我真的沒有看到 有有數位部 有 有有數位部有 它是放在NCC之下面 放在NCC之下面的組織 你去看它放在NCC下面 我還幫院長你來看一下 院長你不要這樣很無奈的微笑 我告訴你我都是用科學數據來告訴你 你看它是放在數位發展 不是放在這個任務是配合NCC的組織條例下面 他做了哪些事情 幫電商上課 督促業者做這個檢測 還有包括這些 這個做些鼓勵還是上課 這不是我們數位部的一個標準 欸部長上來了 是 我可以回答嗎 我們不只有協助NCC 我們有協助金管會 特別是在就阻詐跟賭詐這兩件事 資訊流跟金流上我們都全力來配合 欸部長 你他們把這個條文裡面 四個大的部會都放在前面 你是附屬在NCC下面 難道不會覺得委屈嗎 你難道不會覺得大家 因為你是數位部 沒有辦法在打仗裡面發揮 一個所謂一定能力 把你放在NCC下面 讓你被趕委屈嗎 我都替你委屈了 委員 委員 我們這個整個的那個圖啊 你不要用這個圖看啦 這個圖是 試詐 阻詐 賭詐跟懲詐 有不同的主折的單位 但是我們數位部實際上是 跟這四個部分都有重要的情形 都有幫助 試詐 賭詐 阻詐跟懲詐 知道啦 數位部目前就是發生賭詐的部分 我說實在的 當初呢 我家剛好唐部長自己上來了 我說實在的 當初你上任的時候呢 大家認為你是IT的天才 然後現在呢 大家對你四千萬的這個 所謂出國的旅費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師傅把你認為是我們打仗當中的 是最大的一個戰犯 你剛好上來了 我先問你 院長你對這件事情 在他昨天在交通部被質詢 師傅認為在打仗的團體當中 唐部是一個最需要被負責的 第一號戰犯 你怎麼樣看待 我覺得 這一個打仗的過程當中 剛才我講過 就是 內政部通傳會 警管會 數位部 我只問你對唐鳳昨天 一路下來 他似乎已經從一個 大家最大的亮眼的明星 現在變成 淪為打仗 不利的一個最大戰犯 你怎麼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戰況 打仗 都有很多很多 所以你認為我們唐部長很好 做得還不錯啦 數位部做得不錯啦 所以 我每一個部長 每一個部會的所長都做得不錯 那你的條件 真的比我們這些民進黨委員 來了寬容非常的多 我覺得 要看看哪一個 item 哪一個項目 當然有一些 某一個特定的工作上 需要再改進 再精進 有 但是整體 他們的努力 為民服務的這樣的一個用心 我想 我給他們都有很大的肯定 感謝他們 也要改 所以你也包括感謝 蘇貝君 蘇貝民 然後呢 股票可以漲到2萬點 還有經濟恨好 部長 你 你留下什麼股票漲到2萬點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股民到底有多少 大家平均的財富有多少 股票2萬點你要看數字背後到底是什麼 你會不會造成更大的贏的貧富的差距 所以院長 這個數字裡面的背後 我喜歡股票2萬點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就表示你的你的政績 這背後代表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國家股票很多 就你會發現 這個股票漲得很多的狀況之下 不是每個股民都可以去受賄 反而是讓貧富的相對剝奪感更加增加 我今天不跟你討論股票 我是討論打炸的問題 不要給我扯太多